赶紧带你来关心的 就是俄乌战场上 现在又有全新的一个 无人机的武器要出现了吗 这是美国现在又再全新 援助了乌克兰一批的一些军援 那包括了像各式的弹药 装甲车 榴弹炮 小型无人机 但是大家眼睛都为之一亮 就是在看这个小型的无人机 因为它很特别 它叫做黑黄蜂 它真的很小 大概就像你的手掌这么大 你看看 手掌这么大的一个 小小的一个无人机 那围形的才16公分 又很轻 33公克 那到底做什么用呢 这么小的无人机 是不是可以钻到 人家看不到的地方 而且据说它在晚上 这个暗夜里头 它也可以发挥到侦察的功能 那大家都常常讲 这一次的战争 好像就是一个科技大战 跟以往的战争的一个样貌都不一样 那现在又有这种很微型的无人机 这个黑黄蜂到底厉害在哪里 我们来问问敏杰哥 好 这个美国又宣布 新一波的对乌克兰的军援 那当然乌克兰现在的反攻的速度 那当然外界观察说 是不是太慢了一点 不过这个美国国安会的战略协调官 这科比出来喊话说 其实美方过去一向不愿意介入或表态 不过他们强调说绝对有在向前推进 那美方的立场就是确保乌克兰在反攻所需的装备 跟这个提升他的能力 那这一波的军援 其实陆续累积过去二月以来 等于说已经有高达四百三十亿美元 一点三四兆的台币这样的规模 那这一批是四亿美元 算不算多 不过中间外界看到比较亮眼的是 似乎有一批这个所谓的微型无人机 黑黄蜂 过去没有在军援的名单之列 那这一型的黑黄蜂 其实过去在阿富汗战场上已经进行过测试 其实它发展到现在也将近快十年的时间 不过已经发展到第三代 那特色是他这次送的是第三代 新的 应该是最新的第三代 那当然他的这个造价也不肥 你看那么小小 其实长十六公分 其实重才三十三克 非常的轻 好像玩具 对 但是他非常的昂贵 我们画面上看到是说1.2万美元 折二台币大概三十几万 这么小一架 那他到底厉害在哪里 主要是说其实无人机分非常多种 大型的战略无人机 战术无人机 甚至是像小型的无人机 中型都有这一型的微型无人机 基本上是用在这个班牌级 就是说战场比较小的战斗的 一个小型战斗的这个区块 那用于侦查 基本上来讲发展到第三代 他最强的大概就是 带有这个热显像的这个镜头 也就是说他可以进行 所谓的夜视侦查 晚上的时候 大家都看不见的时候 他可以透过这一个热显像仪 去侦查目标 那主要是说现在第三代 跟先前的不太一样地方 就是说现在已经纳入所谓的AI技术 传统来讲他基本上一个遥控器 可以配备两架这种黑黄蜂 那等于说在战场 比如说在建筑物的时候 你人可以不用曝光 可以绕行到后方 看有没有敌人潜伏在那里 那飞行人距离其实不远 当然传输距离大概只有两公里 这样的一个半径 不过大概时间只有20分钟 不过你看时间很短 但是因为他两架轮流 他充电速度很快 20分钟马上就可以充满 所以用完一架 马上就回来回来之后 再换另外一架 那现在第三代已经发展到 他可以一次控制16架 一次控制16架 所以这也是微型无人机的 一个风群战术的一个雏形出现 那纳入AI之后 基本上你可以设定 他的内部的航路 而且更有这个有战意的 就是说他过去要用遥控器 他现在只要透过语音下令 比如说飞到 AI的AI 你只要到比如说前方 一公里的地方定点侦查也好 或者是双点或多点 他就会自动设定航路 你用讲的告诉他 所以你可以同时操作 你的其他的射击的武器 所以这个对于班级 班级排级的这种所谓单兵来讲 非常有注意 在战场面上来讲 他控出手来操作其他武器 然后用说的 你现在去帮我侦查前方 那现在这些各国 当然都在发展 所谓的风群无人机 如果未来他可以整群 你透过AI云系统 一整群数十架上百架 甚至会出现说 可以用风群去攻击敌人的 这样的一个发展方向 所以这当然战力 未来还会持续提升 但因为这一型无人机 投入战场也表示 因为过去是美军特战部队 在用的 所以美国连这样的一个 新型的装备 都提供给他表示说 对乌克兰确实 已经非常够意气 那当然还有包含像 这乌克兰自己本身研发 画面上看到有一型 这个就应该念造 Circle 这一型的这种侦查无人机 基本上来讲 他侦查范围65公里 那传输距有25公里 像这就属于 比较中型小型的无人机 比刚刚微型来讲 这个范围要更大 便宜很多了 而且他造价只要数千美元 其实基本上 大概十万块台币上下 那其实跟刚刚来讲 那么小型无人机 就要这个三十几万 其实非常的昂贵 那所以这一型的无人机 现在来讲据说 已经造出量产百价之多 未来投入战场 对于乌克兰的这一个 等于侦查能力 当然会有大有提升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二方 当然也在全力打造无人机 因为你看到从去年以来 特别是今年年初 对乌克兰包含像基辅的空袭 各地的空袭 奥德萨这几天来讲 大量动用的包含像 伊朗先前直接出售给他的 见证者131或136型 这种自杀无人机 结果现在伊朗已经同意 在俄罗斯直接设厂 直接量产 换句话说 未来这一型的无人机 可能俄罗斯可以掌握更多的数量 那这个部分也可以看得出来 未来无人机打了一年多500天 但是还是战场上面 重要的一个决胜关键 那整个这个战场下来 发展下去 乌克兰的反攻到底速度 是不是到底为什么这么慢 那最近很多外国媒体 包含像华尔街日报 路透社纷纷有不同的平息 那华尔街日报 讲的是比较悲观 他讲到说 因为去年9月赫尔松大反攻之后 那等于说俄罗斯有时间 可以有大量的在这一个 不管是乌南或乌东这个地方 埋涉所谓的雷区 那我们看到先前还有看到画面 这种聋牙 这种反坦克的装备 甚至还有这一个 所谓口袋射击区 布了很多陷阱 对所以现在排雷对乌克兰 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困扰 也非常的缓慢 那这个部分 当然这个美国的参谋总长 联席会议主席 等于说米利 他谈到说本来就没那么快 那可能要花几个月的时间 因为排雷本来就是 这个很危险 也是很缓慢的事情 不过这个部分 基本上来讲 这乌克兰军方还是非常有自信 那他们认为说 接下来可能反攻 当然还会花数个月的时间 那这一个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前几天才说 反攻只是开始而已 他们谈到说 现在至少已经拿回50% 被俄罗斯占领的土地 那乌国的国防部长 聂志尼可夫 他是非常有自信 他说到明年夏天 大概7月以前 他们认为可以全部拿回 这个被俄罗斯入侵的这个尸土 甚至可以进一步加入北约 那当然一个重要关键 我们要观察 是不是在年底以前或明年初 这个乌克兰 可以拿到F-16战机的这个资源 如果有的话 可以获得空 又应该可以有更快的一个反攻节奏 是 所以我们看到这俄乌战场上 现在看起来 这个听 这个明天哥帮我们掌握到 这些最新的讯息 看起来还要打好长一段时间 一定要明年的7月份 把所有师徒都给收复回来 哇 那现在呢 已经变成了一个科技大战 无人机在战场当中飞来飞去 我们可以持续来观察它的进展 好 那么另外一个呢 另外这场大战我们来看 这是我们的护国神山 碾压式的一个获胜了 今天带大家来看看的是 从台积电公布的最新的数据呢 大家去好好研究一下 赫然发现 韩国媒体说 为什么台积电可以一直涨价呀 韩国媒体就去精算了说 从台积电公布的一个财报 营收数字就赫然发现 第二季台积电卖金元的售价一片 5377美元 去年同期卖多少 去年同期一片4780美元 也就是上涨了12.48% 但是韩国媒体说 台积电怎么一直涨价 我们三星一直在降价 也没有人要下单 所以今天我们就特别请 穗聪哥来帮我们好好比较一下 到底这几个重要的一些 晶圆代工厂商 他们的价格到底如何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 这个市场的行情是怎么样 如果以同样的规格的 这个晶片来说的话 比如说同一个尺寸 12寸晶圆厂 同一个奈米急速来说的话 台积电的价格永远是最高的 台积电是最高 然后再来是第二阶来说 大概就是联电 世界先进 还有利基电等等这些厂商是第二阶 那你想说三星在哪里 三星是不一定 三星如果它产能利用率高 它价格会比较高 它产能率低的时候 它就压得很低 因为它产能比较大 所以它变成是价格是 比较有灵活性的一个状况 像前一阵子就传出说 Google原本要下单给台积电 后来因为三星给了 它非常优惠的价格之后 它又到三星去 所以它这三星就是一天到晚 会低价抢单 对对对 它比较会偏大 但是好的时候 它也会拉高价格 所以它的价格是 区间带是比较大的一个状况 是比我们台湾的金融代工业者 要略为高 Global Finder也是一样的状况 不过他们因为大部分的客户 都在美国这边 所以到亚洲来说 是比较可以忽略不计的情形 所以整个台湾金融代工市场 大概是这样一个轮廓 那好 韩国媒体就说 他们去盘点台积电 因为台积电都会公布说 生产多少片 然后这个价格是多 你营收去算就知道了 第二季来说的话 每一片的金融价格是5377块 那去年同期是4780块 所以等于是上涨了12.84 那这其实也不意外 为什么 因为台积电今年的 它讲到 因为它今年的7奈米跟5奈米 已经占整个营收了53% 那这个价格都是比较高 譬如说7奈米 5奈米 都已经一片都一万多块以上 当然整个价格会拉高 再加上说它有这个 AI的这个高端晶片 所以整个价格是居高不下 那特别是说 这个台积电 有可能还会再涨价 为什么 你可以看到 韩国的这个Business Korea就说 因为台积电 这个提高价格的这个策略 因为它对它先进制程的 这个客户是有信心 为什么 因为以目前的这个情形来说的话 为什么大家要去 这个找台积电 它明明价格比较高 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第一个 它贵很多对不对 它一般大概是比 人家贵大概10%到20% 不等的这个价格 那为什么大家还是要去 尤其我们讲 台积电目前是这样子 它在台湾的工厂 这个价格 如果对比美国 未来美国大概会贵30% 然后这个日本大概会贵10% 所以这个就是变成 因为它有不同工厂的这个关系 造成它价格不一样的这个情形 好 那为什么大家要找台积电呢 第一个 因为它的良率比较高 如果对比三星跟目前这个台积电 比如说我们以5奈米为例 5奈米现在台积电的良率 已经可以做到8 90% 那三星听说现在还有60几% 5 60% 那这会造成什么样的状况呢 就是我下单给你 你良率怎么样 我无法掌控的时候 我很难去推估 我到底要下单多少 给你的这个情形 那再加上说 万一你生产卡关的时候 会对我出货造成影响 譬如说现在对NVIDIA来说 它在乎钱吗 它不在乎钱 它只要你能够生产出来 它都要 那个良率是怎样 我做坏了 我要自己吸收 对对对 目前我只需要 三星如果它一直做坏 良率那么差 它要吸收很多烂东西 对 所以我就说 它其实用低价去抢 然后良率又低 其实是一直在流血输出 但是它也不得不这样 做的一个情形 另外一个就是效能 因为我们知道台积电跟三星 做一样同样一款的 这个晶片的时候 台积电的效能 就是比你三星更好 所以对那种大客户 譬如说像苹果 NVIDIA AMD那些高通 为什么他们 持续下单给台积电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边 一分钱一分货 对 因为那些重要的厂商 他们在意的是品质的好坏 如果你品质高杂了 它可能就完蛋了 所以它不在意那些东西 好 那另外一个 对这些厂商来说 台积电也是有不一样的做法 台积电对于大客户 譬如说像Apple 譬如说高通 或是联发科 AMD MV这些 它都会动涨 就是说它表面上它是涨价 但它会对这些客户 我说我不会给你涨价的一个情形 但是我排价还是会涨 但是这些客户我不会涨 另外就是说 如果假设景气不好的时候 我会对你有一个折让 譬如说几%的折让 所以某些程度也是变相的 再涨跌价 我看韩国媒体这一次 他就讲说这个氮旺剂 它的报价会不太一样 对 它会针对客户的需求 但是永远都是TO1的客户 我绝对会给你比较灵活的空间 那是绝对台积电的运作方式是这样 好 那你看如果以这个 为什么我们刚才讲 为什么韩国媒体会说 我们是5000多块 你看7奈米一片 就已经1万多块每次 5奈米是1万3 3奈米是1万8块2万 2奈米是2万5 所以未来台积电的整个 所以我在节目上我说过一个观念就是 台积电只要它产能推进 它的营收就会增加 因为你只要看它这个奈米数 是一直不断的往上升 报价是一直往上冲 那事实上对台积电来讲 目前为止 2022年的这个三奈米 它现在有一个新的N3的制程 已经完全通过认证 而且目前良率都非常好 所以明年我认为说 假设这个整个AI的市场出来的时候 台积电明年还可能会再涨价 为什么 因为市场目前为止来说台积电我们就讲 台积电目前的3奈米5奈米的报价是 1万3跟1万8就要接近2万对不对 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报价是只有晶元本身 如果你还要在做 譬如说COWERS的这个封装的时候 它还要再加3000到5000不等的价格 所以等于说这个晶片价格还在往上堆叠 如果你做台积电的INFO 就是说所谓散出型封装 一片大概是600到700 所以台积电还会再加价 不是我们表面上看到的这个 这个是基本款 对对这是没有 就是我们做出晶元给你的时候 但是如果你还要再做特殊封装的时候 还要再叠加价格上去 所以为什么这个AI对台积电 这个所谓帮助非常大 因为它不是只有这个价格 它还要再叠加价格上来 那尤其是它的 为什么现在很多这个台积电 对先进制程非常有信心 因为在往到先进制程去的时候 都要搭配这个先进封装 目前为止只有台积电有这么大的产能 就算是你三星你做了出晶元代工 你目前为止你的封装也没那么大产能 所以才说两三年之内 台积电的业绩成长是不用怀疑的一个情形 对所以我们给大家这个报价 这都是排价 然后都是一些基本款 那现在很少人在买基本款 一定要加很多的相关的 像你买车一样挑很多配备 所以这些价钱 对于这个台积电来讲 它都要叠加上去的 所以才会像韩国媒体 一看到这个台积电的就羡慕流口水 为什么你可以一直涨价 为什么我们三星每天杀价 结果没想到还是第一季第二季 你看到那种恐怖的亏损数字 亏到99% 吓死宝宝 好那么另外我们就要赶紧 带你来关心一下房价了 我们最近的节目当中 一直在帮大家追踪 全世界的房价会不会影响到台湾 我们可以借进哪些国家 那今天我们要带你来看美国的房价 美国的房价 其实它通膨一直下不来 我们常常节目当中跟大家分析 就是因为它的房租 租金 僵固性 滞后性 它就是当不下来 那最近在美国的加州 他们自己也在探讨这个问题 美国加州出现什么状况 你看到一整排的露营车 你说加州阳光沙滩美女 露营车浪漫 但问题是这些露营车里头住的人 他心里头一点都不浪漫 因为他是租不起房子 所以不得已才去住在这些露营的吊车当中 那甚至有人就很悲伤 他说我用这个吊车住 这个露营车住在里面 然后反倒人家就觉得 我不算是无家可归 所以他什么补贴他也拿不到 但问题是他那个车算什么家 那我们来看看现在在美国的状况 他们的一个房租真的平均价格 在加州非常贵 他们和台币一个月平均的月租要9万多块 你看谁住得起 那在美国到底他们的房价高到 怎么样影响生活 我们要有请廷浩带我们来看看 没错 所以看到很明显贫富差距的矛盾现象 房价还是持续在上涨 就代表还是有人有接盘医院 但是我们看到街上 不管是游民或者流浪和人数 却不断的增高 让我想到我最近才看了一本书 叫做我在底层的生活 它里面是一个社会学家 美国社会学家巴巴拉 它特别就是把自己打造成一个 很努力工作 但是没有任何社会资源 必须从零做起 没有任何学历的女孩子 然后发现基本上 它不是靠努力就可以改变 当下的社会现况 它里面就举到一个例子 它里面有一个女服务生 那女服务生住哪里 住汽车旅馆 那其实住汽车旅馆 每天大概要50美元 他就问她说 你为什么不去租个房子住呢 她说因为如果要租房子住的话 要压一万块的订金 它没有那么多订金 所以你知道穷人并不是 我们看到他没有长期的远光 是他被迫 因为当下的危机 逼着他一定要去住汽车旅馆 反而没办法去做一个 更有效的长期投资 那我们这边就要聊到 为什么资产价格 房价正在上涨 但是看到的流浪汉缺变多了呢 因为我们现在所观察到的 美国的整体的建筑市场当中 住房市场跟商办市场 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导致有非常多美国的地区 房价在上涨 但是治安却是极度恶化 而且商办控制率正在大幅上升 那我们先从几个角度来思考 第一个角度是 房价凭什么上涨 利率这么高 30年级房贷利率是7% 为什么观察到 不管是20个大中型城市 或者NAHP的住房指数 在今年一季度 都已经开始逐底上弯了 虽然还没有持续的增高 但是最低点看起来都已经过了 那什么直观的解释呢 原因是因为拥有7%贷款利率的 美国民众人数不是特别多 我们可以观察 这张图表是美国30年级房贷 目前所持有的利率情况 你可以观察到 在6%以上的利率 才占了9个percent 5%到6%大概占了10% 那大部分都是4%以下的利率 大概占了70% 现在贷不到4%以下利率 那以前贷的 对 所以说什么意思 就是说现在的量缩 其实它就佐证了 大部分人是没有套在 7%的房贷固定利率 因为美国通常采取固定利率 你通常绑定了 30年都是这样的利率 所以很多人选择 在低利率的时候买了房 现在就变量缩 所以7%利率 所形成的倒在情况 并不是特别显著 所以没有人那么傻 7%去买房 没错 那也导致了 那为什么房价会上来 那既然没有这么多人 因为有7%的利率 而锁定在这样的一个成本 所以大部分人资金 基本上还是宽裕的 这导致了房价 仍然有炒出的空间 人家早就买 他早就买了 这是第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 各位可以观察到 即便我们观察到 在过去一年 美国的部分CBD地区的 住房价格 价格有一点松动 比如说曼哈顿 或者纽约 加州 澳克兰等等 有一些收跌 大概跌幅大概在5%以内 可是有部分地区 是属于畸形上涨 什么地方呢 比如说佛罗里达 在迈阿密 涨幅多少 两成 田纳西州 南卡罗莱纳州 涨幅都是两成到三成左右 为什么 因为全美在过去三年 迎来史上最大规模的退休草 大量退休人口 离开CBD地区 难道南方的退休城市 迈阿密 这些都是那些阳光的城市 没错 房价反而因此而大涨 佛罗里达 所以先说 美国住房市场 第一表现没那么差 甚至有些地方 房价是大涨的 可是那就很好奇 为什么这么多人 现在失去了房子 流落到街头了 原因是因为 治安恶化的原因 这些人本来就存在 但是由于CBD地区 商办率控制率 大幅的提升之后 导致了整个CBD地区 自然有极度恶化的迹象 我们继续往下看 商办的状况 跟刚才我们看到的住房 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张图表 是商办的控制率 也就是有多少间 办公室是空折的 在19年 旧金山大概100间房子 有7间房子 是属于空折的状态 现在是多少 30间 那你说很好奇 你说20年到21年 上升可以理解 因为大家work from home 但是为什么到23年 还是没有人回来 这个就跟史上 第一全美最大规模的 退休槽有关 第二是很多人 习惯了就业形态的改变 所以他再也回不到 那种CBD地区上班了 台湾很多也是一样 台湾现在 你说服务业算大好 是很缺工 但是服务业绝对 没有到大好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年轻人 他在疫情之后 他感受到了 自己的就业习惯 他宁愿去送Uber E 也不愿意被公司给绑住 这是一个全球结构性的改变 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 不管是在湾区的部分 顺利雅各 洛杉矶 西雅图 丹佛等等西岸城市 美国的商办控制率 平均的源 大概都是一成五起跳 那么在19年 普遍平均来看是7% 所以现在美国的 商办控制率是非常高的 那如果没有人 集中在CBD地区上班 那那边就不会有人流通 流浪和治安的问题 随之而来 这个是我们观察到的迹象 那我们继续往下聊 到目前为止 整体大概美国平均而言 我们就把西岸东岸 所有的CBD地区 全部加总起来 大概每五间办公室 就有一间是属于 控制的情况 那这种控制的情况 第一个影响到的 就是瑞士的收益 我们都很清楚 瑞士作为商办的 固定型收益证券 它基本上 把它等同于公債市场 为什么 这像台北一样 这商办基本上是 很明显满载的 很稳定 很稳定的收益 每年就算不高 没有到5% 6% 每年有3% 4%的 租金的收益率 但现在就没人租了 每五间就有一间 没有人出 租金收益收不到 过去我把它视为 固定型保本型的 投资商品 突然间收不到租了 压力就很大 那承办这些 商用不动产收租的银行 是集中在哪里呢 如果是大银行的话 那大家还不用过度担心 大银行很有钱 对不对 三月份银行危机之后 大量的中小型银行 全部都灌到 大银行的存款里面去 但问题在于 商办不动产 都是小型银行 所以现在小型银行 在三月份爆发银行 流动性危机之后 现在第一缺钱 第二商办不动产 收不到租金 压力是极大无比的 所以我们看最后一张 我想跟投资朋友 分享的事情是 我们从住房市场来看的话 其实现在是非常健康的 房租价格和房价价格 在住宅市场 是有持续攀升的作用 为什么 因为我们观察 美国的乘务库存 06年07年建高点之后 就不断的下滑 说明什么事情 即便过去几年 美国房价有在涨 但是没有人愿意 像05年06年 建这么多房子了 大家被一次泡沫之后 就吓怕了 那同时间 大家也意识到 炒股能够待遇 于你的资本力的 远远比炒房来得高 所以美国住房 现在供给量 极低无比 根本没泡沫 所以房租价格 一下就炒上去了 但是在商用不动产的部分 美国商用不动产的违约率 目前虽然还没有明显的见底 但是我们可以观察到 已经开始有松动的迹象 从前一年到五年月了 所以可能今年发生的 控制率现象 还不足以直接反映 但是过了两年 过了三年以后 这些中小型压压力就会大了 所以住房市场 跟商办不动产市场 两个状况不太一样 所以要分开来看了 对不对 谢谢廷浩 带我们看到 这是美国的状况了 那当然我们看到 冷冰冰的数字 但是背后就如同 刚刚我们带大家看到 那些画面 很多在美国的一些 这个大城市 还有加州这个地区 加州如果你看 它的经济的规模的话 你把它当作一个国家 它会是全世界 第五大国家的经济规模 结果现在这么多的游民 然后大家住不起房 问题是非常大的 但是这两极化的畸形现象 你该怎么投资 要放在心上 好 那我们休息一下 荷兰的外海 发生了这样的一起事故 那个事故真的是 令大家非常心疼 因为上头装的全部都是车 这是一艘叫汽车运输轮 他行驶到了荷兰外海的时候 他就起火了 那当地的这个荷兰的海岸队 赶快过去救火 但是大家也知道 这个电动车一起火是不得了 那这个车 这个船上呢 载了25辆的电动车 不知道是电动车酿货 还是它被波及 无论如何电动车起火了 哇 所以就很难扑灭了 这个船上呢 总共有3000辆的一个这个车辆 那其中有300辆是宾室车 25辆电动车 好 那到底呢 这个车啊 在海上的时候运输状况 到底是如何 来问问世从哥 对 没错 事实上很多爱车人士 看到这个都非常心疼 为什么 这其实是个巴拿马级的 弗莱明特的这个公路号 它在这个海上发生 这个着火的这个状况 那我们看到其实 它里面来说的话 真的是 因为它有这个3000辆车左右 那结果不断的燃烧 不断的燃烧之后 烧到这个几乎是 完全难扑灭 那这里面来说的话 有3000辆车 有300台是宾室 那其中有25辆这个电动车 那目前为止 已知是有一台电动车 已经完全烧掉了这个情形 好 那我们就跟他讲 事实上这个车 在这个外海烧了起来的话 基本上是很难救的 为什么很难救 我先跟大家说 如果以一般的燃油车 一般燃油车来说的话 烧起来的话 如果一台车烧起来的话 它至少要需要三吨水 才能扑灭这一台油车 它那很多水 它在海里不是吗 问题是你要想办法抽上来 然后把它喷完 这样一个情形 要三吨 那三吨来说的话 它要20分钟才能够扑灭 那假设你没办法扑灭 它迫起到别台的时候 那当然就会继续烧起来 这个状况 再来就是说 其实电动车就更难扑灭 所以其实上面有电动车 一般人一开始 第一个时间就怀疑说 是不是电动车烧起来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要扑灭一台电动车 要75吨的水 而且要一个小时以上 你不断地浇灌它 对 你哪有那么多 那要我是船员 我看到电动车骑 我把它推到海里去 对 这或许是最好的方法 没有错 但是问题是 你不知道你电动车 放在什么地方 对不对 第一个是应该 如果假设这个着火的时候 应该先把电动车 都推下去才过 没有烧到 你应该把它推下去 好 那就是因为它烧起来 为什么电动车 烧起来更糟糕 因为它那个锂电池 在燃烧的时候 它会释放出氧气 它会再助燃 那有氧气助燃 那等于说会烧得更快 而且它可以烧到500度 等于说它几乎可以把 这个所谓的船身都融化掉 那它这个船上3000辆 都不用救了 对 基本上应该是 很难救的一个状况 好 那我们就讲 事实上这个去年 不是还有另外烧 也是在了4000辆左右的 这个轮船 也是在这个大西洋上面 不是也是烧掉 那里面不是还有蓝宝尖泥 还有这个濱利 还有保时捷 那时候大家看了都 非常的心疼 好 那我们讲 事实上这一次的 这个所谓的 运输这个汽车来说的话 它用的是什么船 它用就是滚装轮 我们叫ROL的这个滚装轮 那滚装轮来说的话 事实上如果我们 现在台湾有在坐渡轮 譬如说你要从台湾 台湾坐到这个旗津 你要坐那个滚装轮 它下面不是有个 你要踏上那个船舱的时候 不是下面有那个 好像轮子在滚的 那个就是滚装轮 因为它要方便 让所谓的车子 或是很多上下的这个状况 所以一般来说的话 这种所谓的载汽车 就是这种滚装轮 那它跟一般的货运是不一样 一般的货运来说的话 它的船舱是比较低 然后它上面是可以 拉这个所谓的 这个货柜在上面 可是你看到 这种滚装轮来说的话 它其实就是比较高 它的船身会比较高 上面其实没有放什么东西 但是因为它就要让 这个下面一个船舱 一个船舱里面 都是放车子的一个状况 好那放车子来说 其实这种滚装轮来说 它里面的空间非常大 通常它所有的空间 大概约末有十几个足球场之大 一整个就有十几个足球场 所以所有的车通停进去这样 通通可以停进去 然后停进去的时候 它们会标线 会标线 然后你这个车格 就停在这个地方 然后它这个地方 我们看下面这个图就是 它要把它绑定 就是说如果你讲 位置固定的时候 它会把 它会用大概用过四条绳子 把前后都把它固定住 因为为什么 然后车跟车中间来说 至少要间隔一米以上 它要确保这些车 不会在这个所谓 海上会互相撞到 又有海浪可能会很颠簸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因为它这是一般的正常尺寸 如果是不同尺寸的时候 它会把它放到不一样的地方 譬如说宾利 或是说老师来世 那个车是更大 所以它们会依照不同的车 把它绑到不同的位置上面去的 一个状况 好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它们要确保这些 都不会互相撞到的一个情形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知道事实上在海浪上面 其实那种波浪是相当相当巨大的 对不对 有时候像这一次 遇到杜苏瑞台风的时候 整个海浪这样上来的时候 这个车子万一被撞伤怎么办 所以其实它们这个船 有不一样的特殊的装置 它们在这个船底这个地方 它们有那种不同的水的闸门 什么意思呢 它这个一个船舱 一个船舱下面来说的话 是有水在这边做个平衡 也就是说假设它今天的浪 是这一边比较大的时候 它可以用这个水来平衡它 让它的这个船的震动幅度 可以比较避震的概念 对对对 就有点类似这个水 在下面压着船舱 然后如果这个水在哪一边的时候 它可以缓解这种所谓的 左右摇晃的这个状况 这样对车子来说 当然会比较好的一个情形 好 目前其实全世界最大的 这个滚装 叫挪威的这个诺尼航运 它这一艘船可以载 8500辆的这个车子 那你就知道说8500辆 8500辆的车子是多大 我们看到这一台是 这一次分毁是3000辆 它是可以8500辆 那它们要下 它可能是在不同港口要卸货 那不同港口卸货要怎么办呢 最远的港口它就开到最里面去 然后最近的港口的话 就放在最外面这样子的一个上下 那其实这些都需要专业操作 你不要以为好像很简单 实际上这每一趟船出去的时候 都是耗这个里面的这个车子 耗这个价格都是好几亿美金以上 据说这次烧掉是4亿美金 对啊 所以你知道这个其实是非常 这个你要租这个船来这个 在这个货运来说 其实是相当贵 这每一趟的这个行程来说 都是非常贵 所以这些也都要专业人士 才能够做到这种把船 把这个所谓汽车 从一个地方 顺利的运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对 所以运船也是这个 很不容易的事情 这是一门专业 但现在很可惜的是 有3000辆车在大海上 荷兰外海现在烧了 好 那到底里头有些什么车 现在大概只知道25辆电动车 300辆的宾市车 有没有其他的车厂 现在要蒙受损失呢 我们就可以持续来看看了 到底里头还停了些什么车 那另外提到车 我们带您来看到 日本最近爆发了 这样的一个丑闻 这是日本呢 日本人很爱买二手车 那所以这应该是日本 很知名的一家二手车商 叫Big Moto 那这一家车商呢 哇 最近真的超级丑闻 很可恶啊 他居然要诈领保险金 车进去了之后 你让他帮你维修 他居然会先砸你的车 把你的车弄得更惨一点 因为他要去诈领保险金 然后我再帮你修好 我要去诈领保险金 很可恶的啊 这个丑闻出来了之后啊 现在他们这家公司的一个高层 现在要引就辞职下台了 但是会造成多大的冲击效应呢 我们来问问陈彦 这个男神叫佐藤隆泰 他这个广告在日本是相当风行 因为他有一句话 卖车就去Big Moto 不是买车去Big Moto 卖车 你要把你的车卖 卖给你 二手车要卖 你一定要找车商 就卖给Big Moto 那这几年 他们也确实快速的展店 而且业绩大量的翻身 尤其是在2006年的时候 他们就说 很多业者不肖业者 会去故意破坏客户的 这个车子 然后压低价格 来跟你收购什么这一类 结果没想到 这一次这个丑闻 丢脸啊 你就做别人 你在说人家的事情 你自己自己在做 而且这个事情 其实不是现在才冒出来 因为丑闻刚传出来的时候 实际上大家 他就大家都不处理 也问不到 因为他股票没有上市 所以变成你也没有办法取得 很完整的资料 那结果调查 我们先讲调查的结果 有多夸张 从2022年11月到现在 8420基建理赔 有1275件炸保 那简单来讲 吹哨者很早就讲 但是一直拿不到证据 但是你现在去 他们只好找外部的律师团 他到底怎么炸保 炸保很简单 你的车子进来了 因为你跟我买二手车 你要维修 你进来以后 可能有一点点损伤 好 可是呢 要修理的过程中 修理完的这个额度 其实是不够高的 那公司上面就说 你每一个分店 你都一定要修理到 一个层这个额度 他有给你一个目标 你的压力很大 你的目标 而且这个压力大到 你没达成 下了班他还传讯息 问你 你为什么做不到 你要不要辞职 什么什么 那种精神压力很大嘛 那你一直被洗脑 一直被洗脑 久了你觉得自己 好像真的是人 那你就会很努力的 上面说什么 你就去做嘛 就变这样 好 那怎么做 那怎么骗啊 我如果只是个车灯 要换一下 他会给你弄成什么 你车灯开进来 对不对 你开进来车灯 有个小损伤嘛 然后呢 他就 你自己有时候开进来 你也没有太注意 对不对 好 那你就走了嘛 然后他们就用高尔夫球头 然后包一个袜子 然后卡的 所以就变成前面什么 什么挡风玻璃 可能也烂了 这边也烂 某些地方 然后再用那个螺丝起子 刮一些东西啊 甚至你里面的零件 二手车 很多零件本来就救了嘛 他就去保养场里面 拿一个换过的 已经坏掉的 再装回来 就说是你车坏掉了 对 那这整个保养的额度 这个保修的额度 是不是会大幅度提升 对 对客户来讲 客户 他跟客户说 你不用担心 保险公司 保险 保险 我还你检查 这里也坏 你要不要一起弄一弄 保险会处理 保险会处理 那当然好 我不要之前当然好 这里面会有两个受害者 第一个是保险公司 第二个车主 未来的保险费 也会提高啊 对 但是说实在话 为什么没有 一直没有人注意到这件事 因为对车主来讲 我又不用额外多付钱 对 可是你知道 这里面就让大家发现说 这个照保的手法 实际上Big Moto 一直以来 其实他们都有问题 第一个 拓展的速度太快 一下子分店三百多家 人员的数值不够 所以变成配合的部分 你没办法 你没有办法 有能力维修 你来破坏吧 对不对 就一辆维修的费用最低 要14万日元 他就想办法打到那个额度 对 然后确实 过去大家都说 这个Big Moto 一直在抨击别的业者 对不对 结果既然被发现 他们的车子 你知道那个板金有焊接过 就是问题这么严重 那你说为什么现在才发生 就我刚才讲 他不是上市归公司 所以他一直采用默杀策略 你们讲我就不回应 反正我就不回应 我开放一条 客户专线只有一条 你也打不进来 你要骂 你也不知道骂谁 那这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到现在有人说 很像沙上的阁楼 就是说 就我在沙堆上面盖了一个阁楼 那你一旦沙 那个阁楼是不是就瞬间垮了 对 所以他们这个事件 日本这样 台湾会不会也这样 其实基本上 这个我不好说 因为毕竟 不好说是什么 不好说就是其实 所以难怪人家说去修车 你要找真的认识的 真的要找认识的 不然你怎么知道 他乱弄你的车 那个坑很大 可是我跟各位讲 扭转一下观念 其实日本的中古车 一直以来 其实大家非常的喜欢 对 因为日本人保养车子 其实很用心 对 那日本的气候 各方面的状况 相对也比较好 所以二手车 车室里面 如果因为我们是左驾 他们是右驾 日本其实可以左驾 所以只要有一台左驾的 日本中古车 一流进来 马上被抢走 真的 那你看了今天这个新闻之后 你考虑一下 说不定那个车是被弄烂 你又把你修好 是不是big motor 对 只要不是big motor 现在应该还好 提醒大家了 好 那我们休息一下 好 那你看联准会 这一次升息 是最后一次了吗 再度的升息 一马现在利率区间 来到5.25%到5.5% 这是22年来的新高 那大家本来预期 这应该是最后一次 但是我们来看鲍娥主席 他的谈话当中 还是让大家觉得 他保留了一点 未来很可能还要升息的空间 他怎么说 他说我们现在 这个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人虚努力 他说我们还没有战胜通膨 那接下来联准会的动作 还要再看看 这通膨的一个状况 整体来考量 那再来呢 他说经济成长明显的放缓了 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 再来他说 不会预测出现衰退 今年别想了 今年不太可能会降息了 好 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解读 这个鲍娥主席的谈话呢 那到底呢 这个7月份再度的升息 接下来美股要怎么观察 那一些相关的金融市场的 一些商品 我们要怎么观察它 那我们今天请到了 我们的这个施工传奇 我们的永年哥 来跟大家分析了 欢迎永年哥 OK 注意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 永年哥怎么看 这个鲍娥主席这样讲 意思是还要再升吗 你怎么解读他的 这个谈话内容 他的意思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们且战且走 我现在也不答应你说 我不会再升息了 可是呢 我也不会告诉你说 我会降息 我都不讲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其实有个很简单的道理 就是说因为呢 这一次到这个六月份的 他们这个通膨率呢 已经下降到百分之三了 那可是联准会呢 它是比较关注的是 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 那还是到百分之四点八 对 其实还是偏高 可是你说今年它会不会 真的停止升息呢 我们有个有点疑虑 为什么说有点疑虑呢 因为现在大家看 我们从在这个去年的六月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通膨率是见到最高 百分之八点八三 百分之八点八三 然后呢 从七月开始往下滑 对 可是它当初下滑的速度 七八九这三个月 下滑的速度 其实是相当缓慢的 是 那可是呢 到了十月以后 就到去年第四季以后 它开始大幅度的下滑 对 那个时候就降得很快了 这个通膨的数字 降得很快 所以现在有个问题 就是呢 因为在六月之前呢 基期都非常的高 所以呢 我们今年下 这个通膨率下降的幅度就很大 大家一看 哇 百分之四点多 哇 一下子掉到百分之三 开心的不得了 对 可是现在问题就来了 因为呢 从这个七月份开始 它的基期开始降低了 基期降低的意思是怎么样 我们现在通膨率可能就会抬高了 因为是跟去年同期比较 对 因为它是年比嘛 年增率多少 对 那所以呢 在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 最佳的状况就是呢 二零二四年 这个之前都停止升息了 还有三次嘛 对不对 它这三次 它都不升息了 对 可是我比较担心的是 到了十月跟十二月 这两个月的时候 那它到时候一看 哎呀不对了 这个通膨率呢 反而开始止跌反弹了 它会不会再出手呢 来这个升息 这可能就是鲍尔的担心 对对 也是我比较担心 所以它现在不能松口 对 它现在不能松口 它现在松口还得了嘛 对不对 而且呢 它现在整个的经济景气 看起来呢 已经是有一些软着陆的迹象了 所以呢 它这个 这个 这个例子 会不会再度的升息 我觉得 可能性还蛮大的 真的 所以我们要持续 就像且战且走 我们再慢慢看那个通膨的数字嘛 对 那到底呢 联准会这一次再升息之后呢 我们要怎么来观察 现在黄金跟美元 接下来的走势 因为是这样子 他们如果说呢 在今年的这个 这个第四季 再升息一次的话 那么大家市场上 如果有造成这种预期心理的话 那美元指数会怎么样 应该有机会反弹 是 对不对 那黄金的价格 可能就会下跌了 可是我们现在看 到目前为止 它其实做了一个黄金交叉 美元指数跟这个 黄金的价格 已经做了一个黄金交叉 那黄金价格往上走 然后美元指数往下掉 对不对 可是呢 我担心的就是说 万一第四季 他们再度的升息的话 因为再度升息 大家想说再度升息也不过就是一马 好像没什么了不起 可是你要知道 这市场心理是不一样的 因为呢 比如说 我今天说 答应你说 好 我下个月跟你加薪 你心理很高兴 对不对 然后呢 我又跟 到时候我跟你说 对不起 没办法 没办法加薪 你会不会非常的失望 对 对不对 对 那这个情况呢 我很怕市场心理 到时候会有这种情况 是 那可是呢 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 如果说 真的第一次有升息的机会的话 那美元指数 大概在这个下半年的时候 大概有机会呈现一个比较强劲的 这个区间震荡的走势 那反而是黄金的期货呢 有可能会比较弱势一点 可是到了 到了这个明年的时候 明年降息 大概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只是降幅度多少而已 是 到时候呢 美元指数可能又会下来 然后呢 这个黄金又会 又会上去了 真的 所以今年下半年跟这个 尤其是第四季 跟明年的这个美元指数 跟黄金价格 可能跟现在 可能会出现相反的走势 真的 那永宁哥我就要请教你 那对股市的影响 你怎么观察 对股市的影响 我这样子讲 因为呢 在今年呢 我们看到这个股市呢 不管是美国股市 或台湾股市 都出现 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强势 对不对 最主要是资金嘛 那资金呢 这个一个来讲的话 就是呢 这个家庭储蓄的 这个 这个可动用的资金 大幅度的增加 有三兆美元之多 那可是呢 你现在如果说 它下半年 还要再升息一次的话 那可能呢 这个资金开始要紧缩了 那你资金紧缩呢 那会变成怎么样 会变成呢 你这个资金行情就要结束了 那资金行情结束之后 你要有这个景气行情来接棒 可是呢 按照鲍尔的说法 好像景气行情 没有办法 那么快地来接棒 所以我认为说 下半年呢 这个不管是美国股市 或台湾股市 可能要稍微地整理一下 尤其是AI概念股市 真的